好,請召集員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好 那麼今天的選對會 針對艱困的選區做了一些討論 我們徵召了一些人選 要提報給主席送請終職會來通過 我們也對艱困的一些選區 以公民團體第三勢力的怎麼樣的合作 展現我們的誠意跟善意 所以為了2016大選完成結合進步的力量 共同爭取國會構辦的目標 選對會建議我們中央黨部 以台北市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 新北市的第八、第九、第十一、十二 桃園市的第五、第六 台中市的第三、苗栗縣的第二選區 連江縣等十三個立委的選舉區 展現別黨合作的誠意 決定戰不以徵召 北黨的立委候選人 我們尊重第三勢力進步團體 合作共推候選人 來打贏國會構辦立委的選戰 那麼針對已經在今天選對會通過的 徵召的建議名單有 我們桃園市第一選區 建議徵召、鄭運鵬同志 那麼花蓮縣徵召、蕭美琴同志 金門縣徵召、陳昌江同志 那麼平地原住民的部分 建議徵召、陳穎同志 代表別黨參選第九屆立法委員 並提報主席見請中職會來通過 那麼除了這十三個 就是戰不以徵召的地區 剩下的所有徵召的地區 我們會在五月底之前 來完成相關的徵召的奏業 那麼在跟第三勢力的結合 我們會持續的來跟第三勢力的各團體 來進行相關的學商 那麼我們當然也期待第三勢力 能夠在這十三個區來整合 就像柯P的模式一樣 來產生一個最有勝選的候選人 然後大家一致來打贏這個立委的選戰